娱乐中心综合报导邓紫棋新专辑是陆贝寿 著图翻设字邓紫棋微博邓紫棋这一次推出的专辑是陆贝寿关注 因为他一手包办唱作人 具监制的多重身份 对他来说是一大挑战 而稍他在微博上写下 终于发完了 百感交集 必须用天有史以来最长的铁文来表达 请见谅 可见他 心有多激动 邓紫棋说 回首这张专辑从无到有 整个过程 回忆每一滴因为开心 或彷徨而落下泪水 回想无数个独自度过 或与团队一起熬过 通宵 为了带大家走上一趟更完整的启示之旅 次我自从完成了全谍词曲的创作后 就开始了 声中第一次的剧本写作 把14首新歌的MV串联成1 完整的音乐连续剧 邓紫棋发了有史以来最长铁文来抒发心情 图翻设自邓紫棋微博感性的 紫棋还强调 这张本来预计在6月初完成发布的 是录因为种种原因一再推迟 最终在9月23号的金 才正式完成发布 对我来说就突然别具异议 因真的就那么刚好 我撞上了我从10年前就很喜欢 一句金剧的章节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见9、20、30多么美丽的一个安排 邓紫棋发文配图小 性感 图翻设自邓紫棋微博文中 她特别感谢清 全力完成作品的团队们 宣传期间的合作伙伴 歌迷 不过 邓紫棋的发文配图 是她坐在床上 穿性感的白色背心 露出事业线拿着专辑的美照 此有粉丝直呼 老婆好好穿衣服 当然 更多网友 留下满满的赞美与支持 纷纷表示 邓紫棋你太聊 你永远是歌迷的骄傲 天后邓紫棋未来无限 远支持你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是一张让我们交的专辑 你做到了 呜呜好友心写的长文